两地还打另外一地在桃园的比赛 原本相对一度取得4比0的领先 但是统一市队的高呼庆的一直全力打 目前统一口气追了三分回来 对于今天在陈庆湖的地球球队 篮林球队也希望我这个半局 看看能不能够也要一点分数 目前还是0比5的落后 比赛目前要来到四局的下半 那今天呢在和陈庆湖的今年球季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吸引了蛮多的观众 不过发觉很多观众是 可能比较稍微慢一点进场 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去年已经是如此了 不过今年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在三四月份 我们就先记三四月了 后面比较复杂的状况到时候再说了 我觉得三四月份的这个礼拜天的比赛 都是在两点钟来举行 只有在礼拜天都是两点钟的举行 比赛现在来到了四局的后半 大结论到的是第四棒的陈庆湖 今天第一次打击的一个游击方向的滚地球 热身赛呢 陈庆湖一路的这个贡污 一直到热身赛的最后一场呢 才敲出安打 而且安打呢就是一个全美打 面对的是正田树 第一个球呢是一个坏球 那现在正田树其实还满依赖它的这个大幅度的变化球 甚至于是用来抢好球术 有点抓准 抓准这个对方反而不太打的 就是要抓持球 他干脆反过来投 想法是不错的 大持球要投得进来 这才是重点 因为看起来他持球状况 还没有调整到一个巅峰 面对正田树呢 这时候是连续三个败球 正田树去年也是最佳10人的指定打击 也打了有27发的全美打 那本季在打10发全美打 也可以到达白轰 就跟队友呢 林志胜来拼看看 看谁先打阵 林志胜差三只 正田树差十只 这很难讲 不见得是距离近的 就会率先的来打阵 结果这时候呢 陈基梦是获得了一个四块球保重 这也是今天正田树的 第二个四死球 第一个四块球的保重 那去年呢 牛队的牛棚啊 实际上也是出比较多的状况 那今年呢 是不是能够表现得更加的稳定 那最主要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啊 就是牛队去年的一个救援失败的次数是四队里头最多的 我正田树呢今天用球数很节省 那我们就只投了四十六个球 大阶轮到的是第五棒的新秀林鸿玉 前一轮已经超出了他身央的第一支安打 现在这时候控球有问题啊 一直想用这个大区球来抢好球 但都是抢不到白球接连的出现 蓝绿熊队去年全年的战绩呢是五成一三的胜利 牛队呢是不到五成是四成八七 投舞手呢稍微沟通一下之后呢 现在球数呢终于是要到了 新秀林鸿玉一号球两块球 那蓝绿去年在主场的战绩呢 其实是相当的不错 三十六升二十四百 客场呢差不多就是 几乎是相反过来啦 再稍微好一点点 那牛队呢则是在主场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客场呢这个成绩就相当的不影响 所以客场对这一点的状况呢 都是极强客裸 我目前呢领先的是客队 其中牛队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游击方向 接到之后短抛给二类手再往一类送 这个球实际上 要打的瞬间 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什么 我永远这样会觉得 其实可以这一球忍 即便好球也忍 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啦 因为这个球是投的很成功 比较低脚度的问题 记得你那个点已经很低 这个球打其实划不来 这个低脚度的话很容易打成滚地球 对 就算好球反正还有两好三坏 還可以再跟真野綜號 沒錯沒錯 這球我的看法是有可能是壞球 對 壞球的機率就算好球贏了 也OK啦 對 又出現一個雙沙打 這個安打的球你要忍住了 因為你還有多一個好球的空間 沒錯沒錯沒錯 林鴻宇這一個大喜 這一個球就可惜了 接下來輪到第六棒的影制品 今天呢 藍綠松隊 已經出現第二次的雙沙打了 安打不多 不過又出現了兩次的雙沙打 真的是雪上加雙 這時候呢 蔡龍總統教練也跟林鴻宇呢 稍微來指導一下 臨場指導一下 可能跟我們講得很接近 那種球的話 你可以忍住了 因為並不是很甜的球 我有點感覺 或許它是 這種可以想像 或許它就是一好三回想 這個球 好球機率很高 有設定要打 但問題是這個球還是 你不能就設定要打 就一定打 講不好聽的就是說 人家也知道你 這球很貴打 也都不投這球 都投變化球 竟然是兩好一換 這一棒打到右半邊 右外野守護 手的比較淺 曲線過來接殺 形成了一個變相的 三上三下四局打完 之後目前 藍隊熊隊是0比5落後